詞曲 李宗盛 剛才劉醫師 請讓我們念這一段 一切美善的事物跟各樣完美的恩事 都是從善田來的 是從天賦來的 他是一切光的創造主 他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體質 我想這個體質 我們這個真光是我們 在這個世上 生存在世上 一直非常需要 來引導我們 我們這個光來 看見我們自己的軟弱 我可以從我父親的影子 來跟大家做一些 今天開始的分享 少年的時候看見父親為平地來的 我們牧者 被刑犯 很記憶 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 可能知道我本身是 周族的牧師 那我小的時候 我們周族是 是居住在阿里山的山谷 所以 早期 只有一條鐵路 就是從嘉義到阿里山 這一條鐵路 那那個時代 只是 主要是再運 這個塊木 然後運到日本 二三十年 大概都是一直這樣做 那那個時候 開始就有一些 來自平地的牧長 就到 住民的部落 來做宣教的工作 那起初 這些牧者 非常辛苦 因為 要先搭火車 到一個 藏 叫十字路 就奮祈福 要再進去 的地方 那要從那裡 要走到我們 部落 要走 八公里的山路 所以 那個時候 我父親 就 未來要 接待這些 牧長 因為這條路 真的是很難走 非常難走 因為它是下坡 然後 整年都是在 陰濕的情況下 所以那個 路都是 樹根 跟絲滑的 這個石頭 所以很容易滑倒 所以 我父親 要避免這些 木者會摔倒 所以就要去接他們 然後背他們的行禮 那 父親 就是在 在這樣的 這個 這一條路上 那我其中印象 非常深刻 就是 因為他已經 這個 走 所以 就是 因為已經是 深夜了 奇怪 我母親就在 問我說 奇怪 父親怎麼 還沒有 還沒有到 那我母親就說 那你去接他 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就帶手電筒 就沿著路一直這樣走 走大概半小時以上 就看到我父親 就背後 我想剛才我們看到 那個影片 那個照片那裡 大概都是用 這樣 用頭在背 因為都是上下坡 只能用這種方式 來背 來背 來背東西 所以我第一個看到 就是 爸爸背一大堆 上面都是堆緊 那個行禮 然後帶領那個 這個 平地來的牧者 那這一次主要不是 行禮的問題是 剛好有一位 已經六十幾歲的 平地的牧師 跟這一團有四五個人 所以呢 因為他年紀大了 行走在這個司法的路上 非常的狂妄 導致到深夜 還沒有到部落 同樣在這個路上 他在路上 父親他曾經 那我父親那時候 在背這個牧者的行禮 那時候他已經是基督徒 已經是悔改認罪的人 不過呢 我記得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父親因為那時候 因為醉酒 而失其重心 向前滑行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這條路 真的是非常的絲滑 非常的絲滑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 其實我這個背後裡面的故事 是這樣 我母親知道 他已經懷孕了 已經懷孕了 所以呢 他就那時候去種香蕉 種香蕉 然後收成 然後就是他已經 要等一年左右 才有香蕉收成 那母親在生產之後 他也收成了 僅有一串的 這個 長得非常漂亮的香蕉 我母親就請我父親 就把這個香蕉 送到這個 漢人的部落 把它賣 變賣 好讓他這個 非常稀弱的身體 能夠有購買到一些 補品 來讓他身體能夠 恢復得更好 可是我們父親 看到香蕉這麼漂亮 就很高興 他動機就不良 他就是要把那個 那一串香蕉 就是 變賣之後 就拿來 買酒 來喝 然後 果然他真的是這樣做 除了他真的 已經半醉半醒了 又買 走上又 披著這個兩罐米酒 就走回路上 走回到路上 可是呢 他父親 因為 他也已經 半醉了 所以 所謂滑倒的時候 他滑醒 跌倒 重心不穩的時候 就往前面 這樣滑醒 可是 滑醒的時候 他 滿腦子 第一件事情 他想到什麼 把那個什麼 拿 拿著高高的 為了把那個 酒瓶破掉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寧可用他的 這個 身體 胸部 碰撞 這些石頭 根 樹根 一直到 前面有石頭 擋不住的時候 就滑下來 可是那個時候 他已經是 不省人事 不知道多久 他第一件事情 醒起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他想到的 不是他的身體 疼痛 而是 而是 先看那個 手中 那兩瓶米酒 還在 不在 他是這種 已經是 四九逐命的人 他真的是已經是 那種 他是已經是 酒精中毒的人 可想而知 一個 沒有信上帝的人 是這種生活 其實我父親在 三十五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 真的 就 酒精中毒 只要哪一個人 哪一家有酒 可以喝 他就往哪邊走 等那一種人 從來沒有再工作過 所以他 我們的經驗 他的生命 只剩下兩年 他只有兩年的生命 按照我們的命 他只剩下兩年 可是 那個時候 三十五歲 他大概 那個年紀三五 不過 他三十七 他只能活到 三十七歲 可是 在那個時候 神真的是 改變他 真的非常奇妙 他也曾經想要 要靠自己來 戒酒 他也知道 喝酒不好 可是就是沒辦法 他還是 氣氣酒 只要有人找他 或是聽到有人喝酒 他就一定往那邊走 是那一種 已經到那種狀況 那 可是神 改變他之後 他真的完全不一樣 後來 這些 外面的 嘉義中會的 牧者 就選三位 我們周族的人 要去送他們 到益山神選院 去讀 去讀書 然後栽培 成為傳道人 可是 只有我父親 完成這個使命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可想 可是我小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貧窮 我們家就是在 河邊的 河邊的一個茅草屋 完全都沒有財 什麼財產都沒有 因為父親不是打獵 就是 就是喝酒 所以沒有財產 整個家早就有田地啊 有林地 我父親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這樣長大 吃地瓜 還吃野草 就是真的 若有比較多時間 你就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那個 國小的生活 非常辛苦 可是呢 自從他現身之後 他的人生是完全的改變 因為那時候 根本沒有錢 要去益山神選院讀書 因為這個 栽培原住民的承諾 是一山神選院 沒有錢 坐火車 他是用走路的 從那個 庫山 從阿里山走到 那個南投 再從南投庫山走到 對花蓮的同門 都是這樣走過去的 寒暑假都是這樣走 在三年前 剛好那時候 是我們蘭大壁 蘭大壁過世的那一 我們剛好一夜 邀請他的兒女來參加 我送他們去機場之後 我就自己到華蓮的同門 就三年前 我就要去走看看 以前父親他現身 走的這條路 這個東西古道 真的是非常 他有經過那個 齊蘭山 你知道齊蘭山 是一個非常辛苦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沒有走過這條路的人 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條路 而且父親以前都是 所以我這一次 也是我體會 用我自己一個人 走這條路 因為父親那個時候 也是一個人 他不然要現身 要克服所有的困難 所以我一定要親身去體會到 他怎麼樣的現身 哇 這個現身之路 真的是非常艱辛 但是路途非常的漂亮 是真的 哇 真的非常 這個是不是可以暗一點 前面的這個燈 你們這樣可以可能 會比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這沿路真的是非常的美麗 但是非常的危險 我那一次走這條路的時候 是前一個禮拜 發生三難 那個時候還沒有找到那個屍體 後來也沒有找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就知道說 父親以前是怎麼走 他怎麼走 我還是跟著這樣走 我就不要怕這麼困難 其中一個 就是七來三 在傍晚的時候造的 然後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叫做光碑八表 這個很特別 就是台灣這個地方 才可以同時看到太平洋 跟大 那個台灣海峽 從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沒辦法 在台灣只有這個地方 剛好是在中央 可以兩邊都可以同時看到 那個這個兩個岸牆 那路過這邊可以看到 今年的這個快物 真的是很壯觀 那但是呢 可以看到 那個樹中有台灣 這個景象也是非常難得 但是呢 樹都有台灣 我心中有個台灣 我們真的是希望 我們心中 掛念著台灣 所有的助理 他們是不是 有沒有真正認識 真神 就是我們一直要為台灣 來跟他們祷告 希望 如同這個樹一樣 我們心中有台灣的能力 那第二 我要講的就是 謝偉牧師 真的可以從 他們這些身上 看見神的影子 他曾經這樣說 世上若沒有這些遺囑的人 那麼世上這些窮人 將會有水來照顧他們 我想那個時候 如果你了解 謝偉醫師 他怎麼樣度過 去幫助做醫療服務的工作 所以我已經傳染 不算是令人感動 他會去那個 以前的五角病 就是腳都要一定要去接支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一九七零年六夜早上 他先開車到埔里一診 中午到家吃飯 然後午休以下 再開車要往二臉 接著到醫院來做疫診 那他的師父看見 這麼辛苦 老累就欠他說 應該多休息一下 那他說 我若能找到一分鐘 病人就減少一分鐘的辛苦 就知道說 這個秀醫師 這麼辛勞 一大早去埔里 然後因為他的診所也在南童 然後從南童又趕到二臉 這樣把老虎奔波 他心中都是患者 不心窮 他只顧念別人 卻不顧自己的身體 他只管就開車前往 因為睡眠不足 少會打盾 撞到路邊樹 然後車回人亡 只有五十五歲 真的是非常疑心 而且那個時候 他也是剛好是 長老總會的議長 秀了一生 活出生命的光輝 就如皮燈的人 那燈照在黑暗一般 為著那些照遇到困難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使他們面對前面的道路 能夠有新的盼望 他的一生更像 蠟燃燒自己 照耀 就是周圍的人 謝偉他是這樣 願意燃燒他自己 他只希望他做不照的人 能夠有機會 能夠重新人生的盼望 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 那麼 謝偉的影子 是優美的獎章 我想他自己本身的生命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獎章 謝偉醫生 勃及後人 愛人如己 身為牧師 他的生命 本身就是一篇優美的獎章 他每天的生活 都是扎實的講道 他不像一天到的說 你要信耶穌 因為他真的是用他的生命 來活出 但我們可以從他過世的那個時候 三四千人來參加告別禮拜 其中有禮拜以上都不是基督徒 為什麼 會讓社會人士這麼樣的感動 就是因為他本身 他的生命 就是比講章講得更優美 但是藍聖家族的影子 都有上帝的影子 在這些人的身上 我想我的印象 藍大衛是溫腫謙卑 他的夫人是缺乎之海的精神 都一直深深的留在我們心中 如果講到藍大衛 印象的是什麼 他的藝術不僅僅是好 可是人家留下印象 那一種非常溫柔體貼 非常客氣 那一種精神是給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心在台灣的南大壁 書寫這整個高層案 也像我們一步一步來認識他們 千夫之在 連瑪麗也不想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他士兵如親 親自照顧病通中的中經藥 他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不仁看見 必仁哀脫 以見醫師割下他皮膚了 治療患者 他是這樣 他以別人的需求為心 他因為對人有愛 他還忘了自己切膚 當要從自己身上切膚的時候 也會帶了癌痛跟傷口 我想這個就是 真的這樣的精神 只有 就是印之 有神的印之在他們身上 我想這個是我們圖片 可以看見 後來周金耀也變成牧師 而且成為總會的議長 現在台灣的蘭大碧 我就比較認識他 他的台語比一般人還更好 他出生在台灣 認同台灣 用心陪伴跟照顧 他所接觸的每一個台灣人 他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台灣 心中以愛跟連結 他本身就是台灣人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這種心態 蘭大碧生前最後的階段 他失去記憶 在我去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摔倒 我就跟周富去那裡去看他 他已經忘記自己 但卻記得對台灣 一切所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早上看他的時候 我說我是台灣的牧師 台灣人的牧師 下午再去的時候 你是誰 他就已經老人自帶 可是要講到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哇,卻是 哇,淘淘不僅在講說 以前的同事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滿老師都在想 三四十年的事情 他就是這樣 心都在 他說我非常失戀在台灣的工作 以及在台灣工作的同伴 他深愛在台灣的工作 那是他以生命投入 用深深的愛來參與的力量更新 叫做事工 因為他全身投入在這個地方 所以滿腦子 就是想到台灣 這些事情 在岸中心工作的人 跟我說 在參加他的告別禮拜的時候 蘭醫師在意識不經 或說夢話的時候 都會講一些英國人聽不懂的話 這是很奇怪 英國人 我確信 蘭醫師所說的話 是台語 是英國人 聽不懂的 因為台語也是他的母語 認同台灣 死死心懷台灣 幾乎萬了他也是英國人 因為他自己本身在台灣出生 所以他跟那些小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都是說台語 所以那個時候 他學長已經年紀這麼大 他滿好的就是 已經都是只有定格在台灣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的 然後 書寫這成的 他的太太高人愛 他本身是婦產科醫師 他看見婦女在生產過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 給足夠的血液 為了病人及時的吸血 忘了自己 因為體力透支而平血 我想他自己非常瘦小 我想比較年長的人 大家都有見過他 我也看過他 真的非常瘦小 可是呢 他還要為人家書寫 所以他好幾次 在這個為人家接生的時候 為了書寫給別人 他自己的修課好幾次 我想知道 他只看見眼前的人 非常需要書寫 他忘記自己弱小疲憊的身體 才因為別人的需要 如同自己需要 而樂意將自己的嫌疑 堅疏給更需要 而這些父母更需要 所以他就用這樣來幫助 男士家族來台灣的目的是 為了什麼 為什麼這個整個家族 整個台灣68年 為什麼願意把這個生命投入 在這個地方 難道英國在一百多年前 不比台灣更富有嗎 更文明嗎 在每次去英國 那英國有去過好幾次 我印象中 他們那些非常文明的建築 都是幾百年 那可是你想想看 一百多年前的台灣 是多麼的落魄 你可以想想 不要說幾百年 你想想三四年前 三四十年前 我們在台灣的處境是如何 那為什麼這些 他們甘願來到這邊 來送往 冒著生命的危險 跟我們相繼在一起 這是因為有上帝的影子 在他們的身上 後來要光愛我們台灣的人 簡單來說 他們是做醫療宣教 藉著服務來鮮養上帝的愛 就是這樣 他們真的希望我們台灣人 來認識神的愛 若不是因為藍式家族 相信這彰化第一期 甚至台中 都沒有 我想教會有多少 有多少教會是因為他們而來社會 然後這些人來認識上帝 享受有生的生命 藍式家族來台灣的目的 真正不想是 要去了解很困難 他們只是真的希望台灣人 認識真神 所以這個是我們 如果你心中有台灣 你就應該要認知 去思考這個台灣人認識真神 你是不是真的也是關心他們 以基督的心、我的心 彼此相愛 互相的款待 這個是他們來到台灣的 真正的目的 就是在這裡 真的不是很難了解 他們真的就是這樣 他希望我們台灣人 認識真神 那麼藍式朝代已經 已經過了 但他們身影 明刻在我們心裡 我想這是我們可以體會的 什麼樣的啟示 我們自己本身 是什麼樣的一個基督徒 我們有沒有影子 在上帝的影子 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們這個 讓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這位基督徒的生命品格 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不是觀聽 道理就好 而是要切實的遵行神的話 我們要把這些影子 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來幫助人 來讓他們接著我們 讓人家來證實神 剛才我們讀的這一段經文說 弟兄姐妹們 你們要常常留意 那些美善值得讚揚的事 一切真實、高尚、公正、純潔、可愛、光榮色 都應該去重視 這些人 我們信仰的宣輩 他們是留給我們 其實這樣的影子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來回應 在這個時代裡頭 我們應該怎麼樣地 扮演這樣的影子 來影響我們周遭的人 我一起立頭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謝謝你 今天你透過你自己的話語 來提醒我們 我們要怎麼樣 來活出你的影子 來影響我們周遭的人 求你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 有這樣的努力 好讓我們成為何有武器 來成為這個時代 一個可以做光、做眼的你的孩子 幫助我們 祷告奉耶穌基督聖人 Amen Amen 接下來 用我們奉獻 為了一下 多謝